當時就是那個大豆哥 他就跟我說 我有發現一個 多層石墨烯黑田 所做的一個肩頸熱膚店 我說真的嗎 我就說我要用它 然後結果我就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它這兩個 兩片 剛好就在你的肩膀上面 對 然後呢 重點是還有一個 脊椎 對 那我上班的時候我都把它放在上面 或者是把它塞在裡面 以前我有時候吹冷氣頭會痛 那我發現我戴了這個之後 一整天 精神非常好 腦子也很清楚 我的那個板肌子 還有那種手指會有點那種 好像他們說什麼 推化性關節 就種種會痛 那我戴了一段時間 我發現連這個 兩隻手的那個酸痛 或是頸的感覺都消失 我們小小羽毛貝 它有分額毛跟鴨毛 那石墨烯它也分一般的石墨烯 跟多層石墨烯黑田 那這個差異性在哪邊 就是說它必須要去計算到 它的放射 反射跟吸收 這樣子才能達到我們人體 所需要的這個頻率的共振 達到0.93 那這樣子我們才能真正 對我們人體是有效的 對 因為石墨烯有很多種方法 我們怎麼樣把石墨礦 經過這個機械加工的方法 慢慢把它做成 這種所謂的多層石墨烯 那它主要取決於這個加工的技術 你一個礦石裡面 可能有很多含雜 所以我們的技術就是 怎麼樣把它去除 把它弄掉 那可以用在均方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用的是 很高很高純度的東西 對啊 那你要產生這麼高的一個 黑體輻射力 那你必須純度要很好 是這樣子 它不用那個插電對不對 它用充電堡就可以了 你要接你的電腦 或者你要隨身帶著走 不用媽媽 要炒菜 它也可以為了 它要工作的時候為了 然後接充電堡就可以了 對 所以它只要按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燈飾對不對 對 藍色 它有五種顏色的燈飾 你可以自己調整 我要關掉的話 最後看到紅色再按一次 甚至你不按 它就自動15分鐘就斷電了 哦 哦 四肢長年冰冷 氣血血蠻不好 尤其是頭常常會暈 每天在工作上 工作到下午的時候 就會覺得肩頸僵硬 很不舒服 然後覺得說身體 全身都是這樣卡卡 後來呢 使用了肩頸呼呼墊 它溫度軟軟 很溫暖 溫和 不刺激皮膚 所以它讓我覺得說很舒服 那我現在大概每天 使用15分鐘左右 讓我的身體的血血蠻 感覺到 有流通 然後很舒服 我現在呢 除了每天在家使用之外 我還會出去的時候 我都還帶著它 因為它很輕有 只要有一個行動電源 就可以使用